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空中花园现已毁灭殆尽 留下一片废墟 后人对其规模 结构 布局等方面的了解 全部来自古希腊 古罗马史学家的著作中 经学者研究证实 所谓的空中花园并非悬于空中的花园 而是由金字塔形的数层平台堆叠而成的屋顶花园 每一层台的边缘都有石器拱形外廊 其类有卧室 浴室等 台层上附土以种植花草树木 各台层之间有阶梯联系上下 由于拱圈结构厚重 足以存在深厚的土层 所以这些平台上不仅有各种柑橘类植物 还有种类多样层次丰富的植物群诺 为了解决屋顶花园的防渗 灌溉和排水等技术栏题 古巴比伦人将芦苇 砖 铅皮和种植土层叠在台层上 并在角域安置提水枯路 将河水提升到顶层 再往下足成浇灌 同时形成活泼的跌水景观 考古发掘出的浮雕显示 房屋前通常有宽敞的走廊 厚重的屋顶既可以起到遮阴作用 避免居室受到强烈阳光的直射 又可在屋顶上赋予泥土 种植花草树木 当时的亚树有许多这样的屋顶花园 只不过帝王的花园更大一些而已 据称 筑立在巴比伦平原上的空中花园的方形底座 边长约有140米 台层高约22.5米 与巴比伦城的城墙等高 蔓参 攀圆等植物类型结合 各种树木花草附在台层上 远远望去 仿佛悬在空中一般 空中花园因而得名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 这样规模和结构的屋顶花园 还不足以引起历代文人骚客的赞颂 被誉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可见 有关空中花园的真实面目 至今还是一个谜 古巴比伦 园宁的特征 两河流域平原 有着丰富的天然森林资源 十分适合营造 以游乐为主要目的的猎院 森林是猎院的景观主体 因而自然气息浓厚 在猎院中饮水会成注水池 既可解决动物饮水问题 又能营造景观 改善小气候等环境条件 由于两河流域多为平原地貌 在洪水泛难之时亦受到威胁 因此 宫殿 寺庙常常建在土台上 人们也十分热衷于在猎院中堆叠土山 既可用于登高瞭望 观察动物形中 又可在洪水来临时作为避烂场所 为此 土山上有石还有神殿 祭坛等建筑物 既能突出景物 又能开阔视野 猎院的布局 多利用自然条件稍加改造而成 以自然森林为主 而圣院和宫院的布局 则像古埃及园林那样 以规则的形式体现人工的特性 在古巴比伦 人们对树木同样怀有从敬之情 因此 古巴比伦的神庙周围 也常建有圣灵 列植各种树木形成圣院 在神殿周围营造出 优穗 树木的环境气氛 而屋顶花园的形成 则是气候条件和工程技术发展的产物 在炎热的气候条件下 房屋前通常建有宽敞的走廊 起到通风和遮阴的作用 同时 在屋顶平台上扑椅泥土 种植花草树木并饮水灌溉 反映出当时的建筑沉重结构 防水技术 饮水灌溉设施 和园艺水平等 都发展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今天的古巴比伦的学习就到这里 同学们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